HELLO! 神奇王來了 我穿上這個東西 什麼東西? 會不會是沒得買的 不是方法沒得買 不是這個有得買 這個就是我們主持的那種醋 為什麼? 我自己發現 我有兩瓶醋放某個地方 為什麼沒有渣冷? 一瓶都沒有 我覺得很奇怪 那我這邊沒有放 嘩! 有幾隻蟑螂 我就說 為什麼一瓶醋 可以沒有渣冷? 我猜到會不會太怕 粗的味道 好 如果有什麼好用 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很簡單 我怎麼做呢? 我將瓶醋 買回來 打開蓋 裡面通的 不要封不通的 這個當然是丟了 拿走 我肯小心 我肯好 做得很 因為這個瓶瓶 來的 所以要拿個杯 裝住它 然後呢 一個瓶瓶子 為什麼瓶瓶子呢? 就是 但是這個瓶瓶子 你塗塞裡面 不要塗得很緊 塞得很緊 這個瓶瓶 就是說它 要它 比較容易 你把小小小 不用完全揮發裡面的醋 那麼小小 那麼 鬆一點 比較鬆鬆 鬆鬆一點 然後 准快一塊布 一塊布 怎麼樣呢? 我塞住它 小小鬆鬆就OK了 不用太多錢了 OK 那麼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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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一條 綁住來 一條 繩子 我 綁住給你看 OK 然後 將它 倒出來 弄到它 濕濕 有點濕 整個頭已經濕了 就是因為 有它 久不久 或者你不記得 沒問題 或者記得的 你有它久不久 這樣弄一下 將它醋 就揮邊 一陣子 粗的味道 然後 靜蘋 就看見 在我們的鮭魚裡面 為什麼我們的鮭魚 沒有放蚊 就怕你 在裡面 蟑螂 就裡面 做個窝巢 沒有太陽 沒有陽光 它是容易在裡面 生人的蟑螂 所以 我為了保護 容易打受清潔 沒有容易生蟑螂 那我就用這個方法 用這個 放在裡面 放在裡面 如果 譬如說 空間 好像這個空間 又多帶 但距離 這麼多 或者 裡面這個規矩 裡面放兩瓶 接三瓶 放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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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有了 我緊張就沒有了 你問了 我就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它粗 粗 粗 來說 是 真的沒有那種東西賣的 這個設計賣的 是 粗就有了 設計 我自己發明出來的 所以你覺得 好不好用 習慣不習慣用 如果你說 別的方法 鬥死它 也可以 只不過有些說 防止它 來的時候 放辣椒 你知道辣椒粉 胡椒粉 它發 一種過次 發 一種 視尖 對旁邊 好安甄 所以我們打理 清潔的時候 也是很麻煩 所以我覺得這個方法 也是很難用的 因為它 發這種威鬥 令到它的症狀 怕這種威鬥 所以 所以我剛才所說的 你不要放得這麼緊 好像鬆鬆 因為不可以完全打開 完全打開 令到它的威鬥 一沙子 一兩天 就刨掉了 所以 變成 用這個方法 就香煎了 那我就 拿個杯 因為這個素用 所以 就放了 連面 連面還放多一支 那 抱歉連面 如果它痠 會痠 應該以我來說 暫時沒有痠 如果你有個貴蜜 也沒有所謂 你關著那個貴蜜 那 也放一兩支 也可以 只不過我 將我的貴蜜 拆掉 為什麼拆掉 因為準備我 容易打掃清潔 因為蟑螂 十分黑暗的東西 所以 如果我這樣 是難看 看到我差很多東西 露出來 但是 就是方便我打掃 方便我清潔 怎麼簡單 所以你說我對清潔也是蠻有心得的 但是 就是好像 你放什麼 張柳玩 什麼什麼 其實 某樣東西 有些人 是不適合 找一種張柳的味道 有些 一刪出來 就不可以找張柳的味道 所以 變成 如果你 覺得 我的方法 好不好用 管不管用 看你自己的需要 哈哈哈 OK 拜拜